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我是方兆雄牧師 好感恩我能夠和大家一起讀 《哥羅西書》二章六到二十三節 幫助我們去親近神 明白祂的旨意和祈禱 今日我們所讀的經文 是保羅鄉信徒講述 他們在主耶穌基督裏的封信 對我們有幾方面的重要提醒 首先 保羅血面信徒在信仰上要掌進 因為接受耶穌基督做我們生命的主 不僅是承認福音的信念 而是在耶穌基督裏這種生命的關係 我們需要信靠主耶穌基督 來過我們的生活 在第七節 新日本的經文很清楚表達到原文的意思 就是按著你們所領受的教導 在祂即是基督裏面紮根建造 信心堅定滿有感謝的心 保羅指出信徒四方面的成長 首先 扎根這個動詞 是已經完成的時態 是一個被動的動詞 建造 仍然是現在式的時態 又是被動的動詞 信心堅定 也是現在式的時態 又是被動的動詞 這三個被動的動詞 意思就是我們信徒 是在基督裏面被神建立 是神在我們生命當中作供 感謝的心 這個信徒在四方面的成長 是一個很美麗的圖畫 但保羅也提醒信徒 在兩大方面需要小心 不要被誤導 以至遠離了耶穌基督的福音 第一個大方面 就在第八節裏面所提到的 新譯本這樣寫 是藉著哲學 和騙人的空談 就將我們老去 因為那些都是不照著基督 是照著人的傳統 世俗的言論 而有的 我們生活在資訊爆炸的年代 我們想聽什麼都聽得到 而網上也有很多的意見領袖 不論是評論時事 天南地北這樣滔滔不絕 若假如不小心分辨的話 就會影響我們的價值觀 使我們陷入和福音無關的爭鬥 和仇恨當中 所以在九至十五節 保羅就重新主耶穌基督 所成就的救恩 去提醒信徒 在基督裏面 我們擁有豐盛的生命 並不需要加添什麼 第二個大方面要小心的 就是在十六到二十三節 所提到各種表面看起來的敬虔行為 去讓信徒以為做了那些 而實際上 卻是偏離了基督的道理 例如第十六節提到 有人會因著在飲食上 節旗、月索、安食日上 去論斷信徒 第十八節 有人會以故意謙虛和敬拜天使 去塑造一個敬虔和淑靈上高超表現 也有人會像二十二一節提到的 會藉著嚴守一些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的規條 這些規條不論是來自猶太人的傳統 或者是外邦人的習俗 這些 保羅的眼中 都是跟耶穌基督的福音無關的 所以 需要警告信徒 不要那麼容易去動搖受騙 雖然我們現在 和初期教會 信徒所面對的文化環境不同 但是 我們仍然需要時刻的反省 今天 在信仰的實踐上 我們有沒有在主耶穌基督的福音之外 加了很多規條 習俗 讓我們不以為 做了就等於在生命上面 與基督結連呢? 或者 甚至 我們會陷入 鬥做得多 鬥做得特別 以突顯自己 在屬靈上面的超越 以表面的功夫 去取代 內在屬靈生命的成長呢? 讓我們一起祈禱 愛我們的天父 我們感謝你 因為你讓我們藉著 信靠耶穌基督得著救恩 求你保守 並且堅固我們的心靈 讓我們能夠堅守 基督福音的真意 因為世界有很多的噪音 或者是習俗習慣 促使我們去滿足 這個彎曲缽貌世代 所加諸的期望 求主賜給我們勇氣 和毅力 讓我們的生命 時刻 與主耶穌基督結連 我們祈禱 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命 祈求 阿門